字幕提供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娘的頻道 是兔兔 今天我們請到了歡歡跟老虹 來看節目 因為他們才剛從日本的升職 療程做完一個階段然後回台灣 我們就立哥把他抓過來 超級熱騰騰 就是上禮拜剛回來 要你最新的記憶好不好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是去美國嗎 當然很多觀眾問我們說 那日本呢?柬埔寨呢?歐洲呢? 不好意思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只去了美國 我們選了美國 其他的就沒有辦法去深入了解 因為我覺得升職機構的相關海外試管 其實是很複雜的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找來 去日本做試管的來賓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經驗 很基本的一定要問 為什麼你們想要生小孩 這可以由我來講 難得耶 難得 我可能這整部屁次會講這一段 因為其實我們從來沒有想過 要生小孩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也沒有說是特別想要 有小孩 這個契機是在有一次 我們在跟歡歡的爸爸媽媽 還有妹妹 全家一起聚餐的時候 對我妹的出櫃晚餐 然後出櫃晚之後呢 爸爸媽媽就覺得面有難色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感覺好像是 家裡最亮的小孩 然後就不會有後 這個感覺 對 對 我就問他媽媽說 阿姨妳是想要報索嗎 然後他媽媽就說 對 我真的很想要 還一弄就能弄 很失落嗎? 他的眼神超失落 我覺得這個前情比較 因為我們家其實有養兩隻蜜袋 然後我爸媽就是以阿公阿嬤自居 很嚴重的那一種 因為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我才開始認真的 跟歡歡討論說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評估一下 評估要有後代這件事情 因為有很多人覺得說 那妳就收養就好啦 但是因為我們有再次的跟歡歡媽媽 確認說 那我們收養就可以 他就覺得 還是希望可以有自己的心 來開始計畫 可以理解啦 其實在妳還可以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可以try try看啦 他媽媽那時候就知道 有海外生殖這個選項嗎? 我媽自己本身是護理師啦 所以他對於人工生殖其實是有概念 應該也是多少知道海外可能可以做 可是有什麼樣的管道 他可能就沒有很清楚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說很鼓勵我們 或是說給我們很多壓力 要去做這件事情啊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其實很多台灣人有一個誤會 是覺得說 你們現在同事都可以結婚了 那應該可以去做人工生殖啦 對 你知道這也是很常大家會有的誤解 是因為其實今年才通過 同志家庭可以收養沒有血緣關係的小孩 其實在之前是沒有辦法 沒錯 所以一堆人看到我們的時候就會說 你為什麼要自己生 像很多孤兒為什麼不去收養 先說法律上那種不能收養 第二就是我們想要自己生 想要體驗懷孕是我們的事情 也不需要因為我是同事家庭 所以我就一定要收養小孩 這兩件事情其實是分開的 對 每個人都可以不一樣的決定啦 那你們為什麼會 現在 在一個moment去做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選在這個時間 其實也不是選在這個時間啊 是說 剛剛講的那段劇情故事其實發生在 三四年前了吧 兩年前 反正那時候我的想法就是 我28歲的時候要做這件事情 如果台灣那時候合法 嗯 惹化 對 但是就還沒合法啊 但是計畫是不能改變的 我28歲要生小孩 所以我現在已經29歲 然後覺得不行再拖就不行了 因為待會後面所有的東西 就會跟我原本想法的東西 就會不太一樣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因為我跟小孩差9歲 他去帶小孩說 也是阿嬤接小孩 看起來不像同情家庭 看起來要塞賣桶桶 接下來要討論一下 為什麼你們會在日本說 你們怎麼找到這個管道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即你們當正選日本 之前你們有評估過其他國家 還是你們一開始就鎖定日本 因為我們一開始想法很天真 我詢問我媽媽 我家人們的意見 他們也希望 他的考量是因為 擔心小朋友長大之後沒有歸屬 在台灣像外國人 在國外也像外國人 他就希望這個小朋友 還是有亞洲人的外形 因為我們沒有做很多的資料 所以以為我們去找亞洲的 生殖管道的話 可能就會用到 亞洲的金子 金子 對 其實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 當然日本的醫療比較放心 柬埔寨 就是現在不要說醫療 飛過去都會有點擔心 自己的生命安全 對然後再來是我自己的一個學生 他本身也是醫生 然後他本身其實有日本的國際 然後他其實每一年都還會回日本去工作 所以他會回到日本的醫院 所以那時候我本來的想法 就是請他回去幫我探聽一下 因為我們原本在網路上找到的資料都是說 如果要在日本做生殖的話 一定要透過仲介 因為日本的醫院是非常謹慎 他也不希望你就是搞不清楚的狀況就去 他也不會說因為你會日語 他就覺得你是OK 因為畢竟會有一些醫療用品 所以他們就是一定要透過仲介 所以你們的這個仲介是日本當地的仲介 但是很特別 他也不能算是仲介 他比較像是台灣的同家會 所以他們其實是NGO 他們並不是一個仲介 那我這樣就有個問題 如果他是屬於類似這種非營利團體的組織的話 是需要任何費用的嗎? 他有跟我們收一些簡單的費用 那簡單的費用就是包含會陪我們去醫院 理解因為他花資源了 對他人力成本 但是他說的很便宜啦 他們有給任何管道 如果台灣還有女同事想要去日本售事館的聯繫方式嗎? 有他有直接跟我們說直接聯繫他們的網站 那一定要會日文嗎? 其實你打英文也OK啦 他網路上就是很簡單有一個基本的表格 所以你可以去諮詢 後續去了解你想要什麼東西 但這個環節我覺得 其實如果你真的身邊有會日文的朋友會好一些些 因為就像剛剛講 其實日本是非常注重隱私的 而且日本的女同事其實是低調中的低調在低調 就是非常保護自己 我覺得是善意的 他也不希望你是來踢館啊 搗亂啊幹嘛的 所以他會很需要知道你的來歷 所以其實在我們第一次跟他接觸的時候 還不是去看醫生的時候 就他們那個組織的負責人 有些跟我們在論文上面 視訊了解一下我們的需求 然後又很確定我們家庭的狀況 為什麼想生小孩啊 我們的計畫是什麼 非常詳細 在這邊提醒各位觀眾 如果我們今天提供的這個資訊給你 千萬不要 到底只是想要 問看看 要看看 確定自己想要做這件事情 再去深入的了解 就是人家沒有領薪水的 他沒有固定人員去 這樣他們資源有限的情況 純粹是想要幫助像我們這樣的家庭 可以獲得自己的小孩 志工的心態 不要再造成他們的負擔 行前有先諮詢過了 那後來你們去 他有提供給你們什麼樣的方案去做選擇嗎 比如我們那時候因為疫情關係 我們不能出國 所以我們是在台灣動人 然後把人子送出去 但是我們知道有些人是可以直接去現場去 什麼都可以 有一些人是一次做完 我們之後第一次去跟醫生會面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討論要怎麼去執行這些內容 也是可以像剛剛講 在台灣做取軟跟動軟 然後送過去 但是因為之前就有聽過兩位分享 重點不是動軟也不是取軟的問題 是那個運過去很貴的部分 然後又有折損 那這個就完全不用考慮啦 我們就去那邊住 而且日本跟台灣很近 真的 而且好便宜啦 但是就去那邊 然後做取軟 對啊 所以就是一個東西 你過去的時間 比你去可兵還快 所以那時候確實是有問到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在台灣打拍卵針 再到日本去取軟 可是因為我們就是比較頂端 我們就不喜歡事情 就感覺很有時間壓力就好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去取軟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日本待了兩個禮拜的時間 兩個禮拜又怎麼評估的咧 他其實非常尊重我們個人意願 他也可以讓我們拿藥劑回台灣 然後在台灣給醫生檢查 再回去取軟就好 可是我們就覺得飛來飛去才太麻煩了 你實際取軟的流程大概多少 像台灣大概是兩週 其實差不多 因為我們禮拜一到 禮拜一去看診 從那一天開始打排卵針 一路一路打到禮拜六 然後禮拜日就停藥 然後就是吃口服的藥 之後就是在禮拜二的時候打的破卵針 所以就是等於是過了一週禮拜天 停藥開始蓋口服藥 再過兩天口服藥再吃個兩三天 就是禮拜二的時候打破卵針 然後再等個兩天就取軟這樣 我覺得他們還不錯的是因為 畢竟也提電我們是從國外來 時程的安排 盡量的調整 其實就是依照我們的時間去做調整 你覺得下藥會比較猛嗎 自己打的排卵針 應該跟大家差不多 那個我覺得還好 可是我有回診的兩次 都有幫我打他們自己的藥劑 有多打的藥劑 隔天就真的生不如死了 就全身無力 你還記得我們之前給你一個中骨 就是如果居然很痛的話 要立即尋求 跟你的中骨有效嗎 我跟你說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可能平常久後太多會行太快 我們真的就是進手術房前 有特別問護士說 我們等一下結束會有止痛症嗎 他說會馬上就會把你打 然後我就很放心的就進去了 就是從手術房回來之後 這麼快就醒了 我跟你說他才是睡覺 他不喝酒 你今天在手術室裡醒過來 他可能說我怎麼會在這裡 我是做了嗎 還是美職 在下一秒我就整個 痛痛痛痛 趕快給我打指頭針 不過我覺得這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東西 是因為畢竟 進手術房一定是自己的人 基本上講日文 醫生會講英文吧 幫你注射這些藥劑的護理師 他們很親切 但講日文可能很 因為語言不是很了解 還是會有點一點點害怕的感覺 就要做出這個心理準備 先選金子還是先取軟 先選金子 因為金子是要從國外再送到日本 那邊事情 黃藥劑一樣嗎 國外送到日本 剛剛不是說 不要損錢 對啊 我們之後就知道了一件事情 就是金子營養反而就有很多種人種 不管是在哪個國家 它其實就有很多人種 你們是選哪裡的 除了其 大眼睛 濃眉毛 像如果一樣 買的金子數量是可以 問了嗎 它其實是可以選你要買幾罐 最低一定是一罐 我們是買了兩罐 因為怕第一罐如果用完 有任何損壞或什麼 對啊 挑選的過程 哪會不會分享一下 那個人長得很像花花小絲嗎 我覺得蠻像的啊 那你們有看它的基因 有有有有 因為它都有給報告 也會給家族的 仔細血清 我們之前有看到幾個 蠻好笑的 就是學歷很好 可是就是一看就是 全高體重啊 就沒有在自己的審美上 我覺得就不要勉強 學歷可以栽培 所以你最後還是算是以外表做最後 我們是啊 我們最後還是外表 但是我們還是有考量到 你也是 我也是啊 如果不是以外表做考量的話 不用我的專職啊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嗇按下訂閱 大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講了這麼多 我覺得大家應該很關心 日本做市館的費用 比較抱歉的是因為我們不能講太詳細 合作的時候是有簽一個保密條款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細節 想要質詢的話 去找這個機構 他們雖然不能分享細節給你們 但是它可以給你們一個 總金額 讓你們大概有個概念說 去日本市館大概要多少錢 然後你覺得有這個預算 有這個意願的話 再去詢問 所以你做到動軟這一步 金子是單獨另外一抱歉 我們那時候是 3000美金 再漲價了 因為我們去做美國這個流程 分享給大家之後呢 RSMC因為 並不是嗎 這件事情我們聽到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正經 以及也很幸福 因為都會被傳來傳去 在這裡一定要做陳情 其實美國RSMC那邊漲價 純粹是因為 美國在疫情過後的 膨膨是 非常可怕跟嚴重的 在我們正在做這個 我寫住的時候 它已經漲價了 我們去做的時候已經疫情解封了 我有很多男同志朋友 疫情前跟疫情後有問 他們代理育母的費用 從原本的兩三百萬 到現在已經有五六百萬 所以男同志跟你們沒關係吧 對啊 可以啊 不要再說是因為我們 才導致美國市管這條路 變得非常昂貴 純粹就是全球經濟的問題 跟我們沒有關係 我要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國際的持續 對 不要亂牽連 必須先說 如果有在關心 關於平衡的事情的話 就會知道說日本最近 關於同志婚姻的法案 存在審議當中 機構就有先提醒我們說 這件事情如火如荼的在進行 所以有可能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敢在今年去做 那回歸暫停你們金子買多少 我們總共買兩館嘛 一館差不多是三萬台幣 兩館大家願費六萬 對 但必須說這個價格僅供參考 時期時刻是怎麼樣 未來不知道 以目前我們在日本 目前就做到驅軟嘛 它會分得很清楚 排染症多少錢 驅軟多少錢 就是分三個階段 那這三個階段 家總是可以講金額的嗎 88 88萬台幣 No 不必 那你檢測費用 因為我們這次是取完卵就走了嘛 沒有後面的這些跟他們討論的過程 可是因為我們前面就有跟他們講好 我們希望怎麼做 所以他有先跟我們預售一筆 費用大概是50萬元元 如果有用到就會用到 沒有用到就會退 這樣在日本做完 大概50萬內就可以搞定了嗎 其實是啊 因為我們去了兩趟嘛 我們目前這樣住宿其實也才花3萬多元 機票兩趟下來大概就是10萬元 好像就差不多10萬台幣吧 這樣算起來還是50萬元元 我覺得整體費用好便啊 我們那時候第一次諮詢的時候 他就會想說可能我們是新手小白 然後再跟我們說 這個部分的話費用是這樣 你們覺得是OK的嗎 然後我們就很便宜說 天啊你太便宜了吧 不要不要講出來 不要講出來 不要講出來 跟你們比起來就覺得 哇這樣子 結果剛好已經分享了 15顆 但是不知道結果怎麼樣 然後他一樣是PGS基因檢測的話 是單科計價嗎 費用跟台灣比較差 差不多 對對對 一顆就是大概3000元內 他前面會收這個錢 最主要是因為 不知道會做幾顆嗎 如果全部都做的話 可能就會少很多錢 但是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挑出來的三顆 會不會做出來有一些不好的狀況 所以我們跟醫院交代的作法就是 先從外觀挑看起來比較健康的 先做三顆 那如果三顆沒有問題的話 那可能就以這三顆為主 但如果這三顆裡面有等級比較不好的 或比較不健康的話 就是在另外拆幾顆起來背著 那你最終會希望在你植入前有幾顆 是做了檢測 而且是可以用的 希望至少有三顆啊 這是目前的期待 非常感謝你們今天的分享 就也希望在台灣員工升職法 在修改之前 如果要跑步時間 還有其他地方可以選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 我希望是私訊來詢問 其實我啦 看那個敢不敢 今天分享了這麼多資訊 熱騰騰從日本回來的經驗分享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的話 可以聯繫我們老航 詢問他這些細節 多了一個日本的室館給大家參考 如果以後有其他我們身邊的人去 其他國家的話 當然也會樂意跟大家分享 有機會的話再錄去跟大家分享 我是分享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去追蹤他們頻道 大家說掰掰 掰掰 掰掰